自从PSV全面破解以来,现在有很多的插件或者软件什么开发出来 那现在这个就是利用一个插件就可以把PSV的屏幕头创流到电脑上面 需要做的就是PSV上面安装一个插件 然后电脑上面安装一个录屏软件可以获取到这PSV的屏幕 首先先去下载这个自动安装插件的VPK 然后把它放到PSV里面 这个软件安装之后就可以在这个软件里安装插件 然后它会自动试制 总之用这个就能省去很多的麻烦 安装好之后就打开它 在这个软件里面,它那个确证件是插件 O件是取消跟返回件 进来之后选第二个安装插件 然后看到下面有一个UDCD 最后面有个中括号POCV5的 这个就是那个USB创流的插件 然后按一下插件就安装好它了 之后按一下开始键 然后就可以重启 这个是在UR0下面安装的 那我的插件好像是在这个UX0 所以我按一下L键 然后把它切换到UX0再来安装一次 接下来就是在电脑中安装一个路频软件叫OBS 在百度这里搜索就可以找到 然后点进去三大操作系统都有 Windows还有MacOS和Linux都有 但是MacOS我刚才自己有尝试了 它是没法显示PSV的视频的 而同样的试制在Windows上却可以正常的显示 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里安装就默认这样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安装好 之后打开这个软件 默认的话是显示我们电脑的屏幕 那我们要试制一下 在这里点这个减号把这个给去掉 然后再点这个加号 选择视频补货 然后名字随便起 视频这里就可以选择PSV塔 然后再点确定就可以显示PSV的画面了 这里可以把它拉到全屏 然后这时候在PSV的画面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不过声音的话是没把录下来的 就只能传播这个视频和音频是没法创流过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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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